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说在行为心理学中 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或理念的形成 并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 成为21天效应 就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想法如果重复21天 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想法 当然下面还有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21天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学通 这个地方大家把这个通字要理解一下 我们这里学通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把火山从头到尾 把这些主要的一些功能了解一下 因为火山还在发展过程中 还在开发中 那么功能自然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可能把所有的功能都学到 也不可能说把未来有的功能提前学到 这个也不可能 所以说带领大家把这个贯通一下 就像走一条路 大家看着有这么一条路 但是谁也没走过 那么今天就几个人呢 结伴说咱把这个走一遍 看看他能走到哪地方 那么这就是把他走一下 那么不可能把他说通过21天的时间 把一个新事物我们学精通了 这个通不要理解为精通 这样的话你的期望值就太高了 不可能21天 我们把这个事情就给学精通了 这需要很长时间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火山安卓手机编程 那么这地方有一个安卓 对吧 我们现在火山呢 只是开发了一个做安卓手机程序的这个功能 那么像苹果啊 其他系统的这个以后可能才会开发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题目啊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啊 第一天的工作啊 学习 那么第一天呢 我们这个工作主要是了解啊 这个占了一大部分 然后下载 把火山这个平台下载下来啊 从网上下载到我们电脑上 然后把它安装好 这样就做到一个像说万事俱备 对吧 或者说就像我们做一件 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把这个工具啊 准备好了 就像做菜 对吧 我们把这些锅碗瓢盆呢 一些菜食材啊 等等我们把它准备好了 然后 再去做 所以说这个准备工作啊 今天我们去做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 都会讲到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看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火山平台的这个作者 那通过这个五个方面呢 我们把这个第一天呢 我们就做这些工作啊 一些了解性的工作 可能有人说啊 你这个怎么应该直接 把火山给我们打开 携带吗 我才没时间 去听你唠叨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不要误解啊 很多的东西啊 需要去一步一步去学啊 不要着急 那么就像你找个对象 对吧 你不能第一次见面 你说能不能嫁给我啊 能不能给我生个孩子 什么的 对吧 你可能很容易 脸上就被打开耳光之类的 对吧 所以不要着急 慢慢来 那么 关于火山平台 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呢 了解一下火山平台的这个作者 啊 火山平台的诞生的历史 了解一下 然后火山平台的未来的一些计划 啊 因为这作为一个新事物 它是在发展中 啊 那么所以说 这个 这个过程啊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 说要把这个火山 安卓开发平台下载下来 啊 然后呢 我们把火山 安卓开发平台 安装起来 然后把它试着 能不能运行起来 啊 这样就做好了 我们要写代码的一个准备 啊 那么现在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说关于火山平台作者啊 当然就是吴涛了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啊 这也是啊 我们的这个啊 互联网上或者说IT界的一些 这个啊 风云人物里面的其中之一了 那么在 他的主要作品当然就是一语言了 对吧 啊 这个一语言呢 因为从开发到现在发展已经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了 所以说 这个大家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 啊 当然现在我们要学习火山安卓 软件开发平台 啊 这个是 大家现在正在期待的啊 正在要学习的 在开发一语言之前呢 他做过这个CCED 啊 这是一个表格软件 就像类似于现在的 这个WPS啊 里面的这个 这个什么表格啊 之类的啊 或者说Excel之类的啊 这是以前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就像你下载一个CCED2000呢 里面 在关羽里面也有他 坐着 当然就是右边这个帅帅的小伙 对吧 啊 这个时期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是20多岁吧 那么在之后呢 当然就是一语言了 对吧 一语言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啊 我们啊 很多人呢 就是学火山的很多的伙伴呢 之前当然都是学一语言的啊 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大家都应该去 关于一语言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 这些啊 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啊 比如说一语言 这样的 当然大家一般都知道 对吧 啊 如果有刚接触 这个 就是说你今天就看到我这个教程 之前也没学过一语言 那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你可能就会喜欢上一语言 啊 这样的话你一语言也学着 火山也学着 那么一语言呢 是写这个什么呢 写这个电脑程序的 火山呢 是写这个手机程序的啊 他俩是有一些区别 大家看 这个是一语言最早的办法呢 可以追溯到 啊 2000年9月11日 这里面都有一些 说明 还有一个 在一语言之后啊 大约是在2008年 09年的时候 开始有开发这个火山 游戏引擎啊 试图是做一个 这个类似于魔兽之类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开发 引擎啊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啊 这个网址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些介绍 大家可以玩游戏的话 大家可以啊 可能看到这些界面就比较熟悉 对吧 啊 这个一些介绍啊 啊 也可以下载下来 啊 运行一下 啊 相关的一些视频 也是一些截图 对吧 当然现在呢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玩手机游戏 相对于这种 大型的这种 PC游戏啊 电脑游戏啊 可能就觉得 好像不太玩了 啊 不是很方便 对吧 拿着手机 玩比较方便 那么 在这之后 啊 大约是 2015年 左右开始 做这个什么呢 啊 手机 啊 手机编程 当然这个就是火山安卓 软件开发平台 那么这个网址是这样的 啊 这个给大家打一下 时间长了 大家可能就记住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 关于火山的一个官方的网站 那么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这是叫地规软件 啊 因为这个现在呢 是武桃自己注册一家公司 叫武汉市地规软件开发 有些公司 啊 它是这样的 所以说 这个里面也包括这个游戏平台 这大概就是以前的这个了 啊 然后呢 火山安卓开发平台 它就是这个 啊 虽然说 现在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网站 然后以后呢 可能大家 啊 会看到教程的时候 所以这个网站 我们打开之后 怎么和你讲课的时候 不一样 这个很正常 对吧 网站更新了 啊 所以说 这个就是啊 关于火山平台作者 吴涛的一些介绍 他的一些作品 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二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火山平台诞生 我们的历史 啊 这个给大家 说一下 那么像安卓这个 啊 这个系统啊 啊 是谷歌 或者说之前别人可能开发的啊 被谷歌收购了 或之类的这些历史啊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安卓这个 那么在 安卓呢 毕竟它是作为一个 这么一个操作系统 对吧 手机操作系统 那么 自然要有工具 去开发它上面的程序啊 那么这个 在2009年的时候 谷歌发布了一个啊 simple 这个 安卓编程语言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它是有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编程语言 那么当然现在呢 陆续的有很多啊 编写安卓程序的这个 编程工具啊 这个大家可以 可能有了解过 或者说也有学过 就不再多说 大家可以去了解啊 这些资料 我给大家整理出来 大家可以去 你觉得有兴趣的话 你去 下载一下 比如说 simple 这个早期的一个 小的编程 这么一个语言 大家可以找到 然后去看 那么从2013年开始 陆续有人呢 用这个一语言写的 安卓编程工具 当然这个很多 也是借助于 simple 这个就是 谷歌发布这个编程语言 它自己自带了这个编译器 啊 所以说 我们就借助 很多人呢 就借助这个 它的这个编译器 啊 用一语言呢 比如写成一个 IDE 啊 就写成一个工具 啊 可以编写代码的工具 啊 然后呢 最后 借助于 这个 它的这个 编译器 把我们这个代码编译成 啊 手机 就是安卓的一个 安卓报 啊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典型的下 有这个 E4A 对吧 还有什么 EA呀 什么EZ呀 还有什么 各种 火鸟啊 神鸟啊 各种 反正 总之很多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啊 很多都是用一语言去写的 一语言用户去写的 啊 那么当然从这个时期啊 大家其实就意识到说 这个 安卓时代 或者说这个手机编程时代 已经到达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 后来呢 在2003年 到2004年 我也是一直建议 让吴涛开发这个 安卓编程工具 因为我觉得 这个 咱们一元的用户啊 都做出了这个 编程工具了 对吧 然后 以吴涛他的这个技术啊 应该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做出一个 这个安卓的编程工具 但是呢 自然就是 作为吴涛的话 啊 这种大神呢 他在他心目中 做一个开发工具 啊 他可能和咱想象的 就不是很一样 对吧 不是很一致 咱想象就简单的 做一个很快 你就能做出来 但他要考虑的一些架构 啊 未来的一些 啊 扩展之类的 啊 这样的话 啊 就是 在他 觉得 这个就需要很长时间 当然这中间呢 就是也 过了 很长时间 啊 从这个 2015年的时候 啊 开始 也是 大家 也是呼声 也都比较高 啊 慢慢的 啊 他在这个 游戏引擎基本开发完毕之后呢 就开始了 这个 对火山 开发这个 火山移动编程 做了一个立项 啊 就开始研究这个 那么经过 这么 一年多 最近两年时间呢 啊 在2017年的7月31日晚上 啊 发布了 火山1.0测试版 啊 这时候就是 已经 大体有个样子了 啊 因为大家已经 也等待了很长时间 看到了一个 火山的 样子 当然现在右边这个图片呢 是现在的 样子 啊 以前刚开始时候呢 可能 比这个还要稍微简单一点 啊 或者说叫简陋一点 那么 这个是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呢 是2018年 6月23日发布的 火山1.07 测试版 也叫 娃娃7 啊 这个娃娃呢 是我头家的一个 小虫乌狗 它的名字 它就这么命名了 叫娃娃7 啊 那么 当然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看到 大家可以看 这地方就是有一个 叫娃娃7 啊 然后呢 这个日期呢 2018年 2018年 6月23日 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最新的一个版本 而最近呢 好像啊 最近 这几天啊 好像说要发布 啊 这个 第八个测试板 就1.08了 啊 这个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 到时候这个功能啊 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因为这中间 也是经过了 啊 挺长时间了 啊 做了很多新的功能 好 那么了解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关于火山平台 未来的计划 啊 这个我们就 做一些了解 或做一些预测 那这个呢 也不是我们空口说 啊 这个我们结合网站上 一些计划之类的 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 目前呢 就是安卓程序的开发 啊 这是目前主要做的 接下来可能会有 这个苹果啊 大家知道这个 苹果手机的这个系统 和安卓的系统 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说 接下来呢 可能会有这个 苹果方面 程序的开发 这个呢 可能都需要很长时间 像安卓这个也是 开发好的 有几年了 对吧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 再下来可能有 集成早期开发的 游戏引擎啊 之类的 这个呢 啊 之后我们再看 啊 那么 再到后来 可能计划说 就作为火山 作为一个平台呢 里面可能一套代码呢 可能编译成这个 安卓的 苹果的 PC的 等等 这个可能都有 这样计划吧 啊 所以说这个 我们让时间去见证 啊 这个需要时间 啊 需要很多很多的精力 那么关于这个呢 也不是说 我这地方 说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看 关于这个 关于火山 啊 这地方有一个 这是 火山官方的啊 网站上面的一些说明 火山软件开发平台是一种 目的硬件设备无关 啊 软件环境无关 医学医用实用的什么什么 开发平台 啊 这个计划的是这样 说 火山平台用户的原程序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在 支持对应目标的 这个这个这个火山的一些 内裤啊 然后呢 最后呢 不同的环境的这个编译器 你看 这地方说 可以做这方面 那么就像这个 现在正常做这个 啊 PC的程序 对吧 那这个啊 安卓方面的啊 这个苹果的啊 这下接下来什么 网站的网页的啊 这下来什么 这个一些啊 这当然就是要前短啊 这是后短的 服务短的啊 他有这么一些计划 这个 我觉得需要很长时间啊 需要 很多的精力去做 那么这就是一个 这就证明啊 这个平台呢 是目前正在做的啊 也是对他寄予厚望的 这么一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啊 既然有这么多的计划呢 大家就是认真的去学啊 当然这个火山安卓平台 现在已经啊 大家给已经可以用了 虽然是测试版 已经可以写程序了啊 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说 大家要有信心 然后去学习它 并且把它学好 好 那么前面 这么三个方面 给大家说了一下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 关于这个火山 安卓这个开发平台 当然这个火山的 这个程序啊 和我们一语言啊 之前大家一直用的一语言 它两个也是有区别的 火山呢 它是一个 这个代码的编写方式啊 等等都是一个面向对象的 一个思想啊 那像这个 一语言呢 就是一个面向过程的 那么既然面向对象呢 就像我们找对象一样 对吧 你不能着急 你得去相处 去了解它 那么前面我们说的 一二三点呢 就是和火山 我们去了解它 不要见面了 马上就很冲动 是吧 所以是你得需要 慢慢的了解 那么了解完之后呢 我们说啊 大家可能已经着急 说这个 你讲这么多 好像 你不是讲开发吗 这么多好像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动手呢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 准备要动手了 动手去 实际的去操作 那么 火山安卓开发平台的 这个下载 在哪里去下载 对吧 它作为一个编程工具 我们就要下载下来 在电脑上装上 然后把它打开 去写程序 那么我们这个网站那儿 当然刚才已经有打开过 对吧 就是在 这个地方 火山安卓软件 开发平台 那么这个下载界面 当然就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写得很明白 立即下载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有个64位版本 有个32位版本 当然对于64位 大家可能这都 现在已经 可能不是很陌生 对吧 现在系统呢 一般有32位的 64位的 这是操作系统的 以及程序的一些 这么个位的区别 那么就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这个地方就拦住了 那我下载这个32位还是64位的 这个地方就要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选择下载 哪个对应的版本 那么这个64位还是32位 和什么有关呢 就和我们操作系统有关 怎么去看我们电脑的 操作系统的这个位呢 我们这样的 我们进入到这个什么呢 到桌面上 桌面上之后呢 那么我们在计算器 这个地方点右键 点属性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 我现在鼠标这个位置 系统类型 有个64位操作系统 就像这个什么版本 Windows版本呢 这个大家可能有 用这个XP的 可能也有用的 有这个W7的 W8的 W10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方面 关键 看这个地方 我们装的 如果是64位操作系统 那么大家就下载 64位版本的 如果你这个地方 显示是32位操作系统 你就下载 32位版本的 这个地方 给大家要 说一下 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讲 因为我们 学编程的 也有 对电脑不是很熟悉的 这个都很成长 那么我们 大家看到 我这地方是64位操作系统 对吧 那么我就下载 64位的 然后这个点开啊 现在我们看到 它是在 这个 这个百度 百度网牌里面 那么关于这个下载的页面啊 或者说下载地址啊 这个大家可能看教程 现在是这样的 对吧 以后 比如说 之后呢 这个网站更新了 在哪下载 这个到时候 你再看 对吧 你现在 你看到是这样 那么地址 这个地方 那我们 这个下载的话 当然 点击一下 一般来说呢 它会 这个都需要 在百度网牌的 它需要你 安装这个什么呢 百度网牌的客户端 如果你直接下载 没有装客户端 直接下载 也能下载的话 那你就直接下载 如果需要装客户端的话 那你就装一个 装一个登录一下 然后下载 然后这地方 你去选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 这地方 你看我们现在 选的是什么呢 我是桌面上 在我的电脑桌面上 你看 选了桌面 它就是这个地址 当然如果 我下载到 其他的这个 目录里面 其他的磁盘里面 比如说 现在到我们这个 接盘这个里面去 这些当然 我觉得一般人都会 像这个文件 之类的 应该都会 这个文件也不是很大 如果你开了这个会员的话 很快 网速 如果不开的话 可能是几十开 或者上百开 那么 你就等一会儿 它也能下完 就一共不大一点 好了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找到 我下载到这个 接盘这个目录下 跟目录下 去了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下载下来 它就这么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呢 下载完之后啊 我们可以 直接把它去 解压缩一下 直接去解压缩 它很快把这个 解压缩出来 对吧 解压缩出来之后呢 当然就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样 那么这时候 你看 这个地址 它就在接盘下面 直接这个目录 当然也有 也有人呢 愿意把这个 归类整理一下 说这地方 新建一个目录 叫什么软件 就是什么 我的软件 之类的 然后把它给放到这里面 可能有人愿意这么做 对吧 就是比较 愿意归类 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 对于火山这个程序来说 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行为 为什么呢 在之后 我们编译程序的时候 火山对这种 目录 路径里面带有中文的这种 它是支持不好的 就会编译失败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 不要这样去做 而是你直接 这个目录 直接放在根目录下 就可以了 不要去做这种 把它放在一个什么 什么 自己定义的一个中文目录 当然英文的目录是可以的 那么就像这样的 这是一个 完全保证 它是数字 字母的 这样的一个目录 就可以 这样路径就可以 这是要跟大家说到 因为 不少 之前看到不少 初学的 就是都 代码都写完了 然后编译的时候就失败 其实就提示 不能有中文目录 它就是编译不过去 那么当然就是 一方面 你这个程序 应用程序的这个目录 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可能 有时会测试 说 这个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我这个 放在一个中文目录 难道它打不开吗 这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有时把代码 我们可能放在 比如说 这个目录下面 或者说这里面 这就牵涉到了 如果你之前有中文目录 这不就有一个目录的问题了吗 所以说 大家尽量 保证这么一个 英文的状态 或者说英文数字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 这个下载工作就 结束了 对吧 我们根据 这个 我们操作系统的版本呢 选择了这个平台的版本 然后下载下来 然后呢 这个 版本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火山安卓 开发平台 下载下来 解压缩 这个地方呢 当然就是说 一般我们说 下一个程序 下载下来 要安装 对吧 这个的安装呢 我们就是把它 解压缩就可以了 下载完之后 解压缩就可以 好 那么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 要进行 火山安卓 开发平台的 安装和运行 这个地方的安装 就目前的版本来说 就是解压缩 就是一个 相当于安装了 那么以后 可能是这个 功能强大了 里面带的资料 什么多了 之后 有可能是 会有这个 安装包之类的 这个是未来的事情 目前的状态呢 目前这个就是说 解压缩 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路径呢 我们不要有中文 这个是一开始 大家就把这个 给大家提到 因为 如果这个 不给大家 把这个 说一下 大家可能 写代码时候 碰到问题 就在那找 到底什么原因呢 所以 把这个容易出问题 地方 早早给大家说一下 这样 解压缩之后 相当于说 我们已经安装之后 我们把这个 主程序呢 给它运行起来 我们和火山 安卓开发平台 打个招呼 对吧 见个面 也就是说 我们看 这都解压缩好了 对吧 放在这个地方了 当然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 安装方法 及其最新版本的 更新说明 这地方大家可以看 说 如果 这个程序 这当然就是 火山的主程序了 它不能启动 请安装 随 随 软件附带的 这个 VS2013的运行库 就这个 那么这个是 带的是 64位系统的 如果32位的 大家下载下来 这地方是32的 如果你 运行这个的时候 提示有错误 那你就把这个 安装一下 这个安装的时候 当然就是这样 弹出这样的 到时候你去 如果你没装过 你就可以去 安装一遍 我这个之前装过 所以说 它是这样的提示 那么这样装完之后呢 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呢 就是 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火山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双击一下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会让大家 一脸茫然 对吧 很迷茫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么个黑框 然后好像 什么也干不了似的 那我们打开 这样一个界面之后 我们想 这怎么操作呢 对吧 那么这个工作 我们下节课再做 这节课 大家能把 这个软件 打开到这个 这个界面就可以 它能运行起来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 学到的课程 就是这样 我们打开这个界面 看到这么一个黑框 是吧 好了 今天的课程 就是这些 不要着急 大家不要着急 慢慢学 一步一步去做 好 那么今天我们 达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工作 就留给大家一些 客户的练习 让你去尝试去 新建 解决方案 我们这个火山里面的 这个关于 这个文件的管理 或代码的管理 它有一个叫解决方案 大家去尝试去研究一下 和项目 新建解决方案和项目 并且呢 编写代码 你可以去尝试 你可能很着急 说我不能就打开这样 我就停着了 对吧 我想做点什么事 这个新建项目 怎么样操作 你可以尝试去做 第二个 说尝试打开火山 安卓开发平台 自带的历程 感受一下 代码 这个自带历程 在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 就是自带的历程 那么打开一下 怎么打开呢 这样双击 就可以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多了 对吧 这写的一些历程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代码的样子 就可以这样去尝试 不要有压力 现在看到密密麻麻的代码 你说是看不懂 不要有压力 慢慢来 感受一下就可以 第三个呢 说尝试去阅读 已有的火山 安卓开发平台的 一些帮助文档 这个在什么地方呢 这有个网址 当然从哪地方 也可以进去呢 这个地方 有个在线浏览 这个一些文档 那么大家看 这个网址就这样 那么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火山的一些 手册 挺多挺多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也不要有压力 你看这 这已经很多了 对吧 这也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想着 几下就能把它看懂 几下都把它学会 啊 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教程之类的 啊 大家可以去慢慢看 啊 看看就可以 那么既然大家和我一起学啊 大家一起 啊 结伴一起学 那么大家就跟着我的教程啊 去学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会带领大家 开始写第一个代码啊 写第一个程序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要着急 当然现在的课程 我们是正在陆续发布 以后发布多了之后呢 你可能今天你说 我也不能说今天一天时间 我就把你这一集啊 反复看反复看 哎呀 也没有多少内容对吧 那你以后教程多了之后 你就可以啊 呃 今天一天就看好几集 这个是可以根据个人的接受能力 好 那么第一天的工作啊 大家就做到这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等待第二天 我们的学习内容 开始编写这个第一个程序啊 第一个火山安卓的手机程序 好了 这个内容呢 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